《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收看《Cultural Club文化所》 我是Sharon 我是Ebby 上一集我們去哪裏玩呢 我們進電影院看電影 我們今天請了indie bear的主辦人Jonathan 跟我們聊天 我們今集有很多東西看 一定要留心 我們先讓Jonathan露一下 大家大家好 Jonathan你好 其實我想找你這樣聊天很久了 由以前在電視台的時候已經想找 不過你知道你們的影片 電視台應該都斬殺 對 斬殺 激進了 所以現在有這樣的平台 一定要找你上來播放一些厲害的影片 好 我們現在手頭上有這麼漂亮的書 就是接下來6月10日至26日 有一個indie bear第二屆國際電影節 是國際電影節來的 其實在Facebook上面 Jonathan很努力地不斷發出一些電影 因為這些電影引發到我今天 特地找你來聊聊 在一會看影片之前 我們要問一下你幾個問題 是 其實indie bear第二屆 那他那個電影 其實是怎樣 有沒有一個電影 其實有的 如果熟外團體就知道我們有幾天電影節 indie bear上年誕生 首先是一個長片電影節 因為之前我們有indie panda 大家覺得很出名 就是國際短片 indie bear就覺得 因為當時我們有這麼多長片都寄來 但我們沒有一個平台給他們發佈 不如我們就去做一個電影節 其實背後的主題就是 叫做Film is Meaningful 其實電影是應該跟我們生活有關係的 那個關係可能是透過一些負面的東西 一些不同的生活的東西 什麼都好 去跟我們生命的事情有一個關連 這個就是我們搞電影節背後的意義 所以選一些片你說得很適合 就是挺精神分裂的 就是例如說開幕片有鬼祷告片 亦都有溝片 亦都有同志片 亦都有一些可能是很好看 關於家庭 關於成長的劇情片 什麼都有 這個是我們背後就是想讓大家知道 其實電影進來戲院看戲 看戲裏面你會發覺這些片 可能會給你生活 給你自己有一些啟發都不明白 我知道有一個開幕電影 可不可以簡介一點 我們然後可以看片 等等 叫做村比堅尼的外星人 說這個名字很重要 其實是很有趣的片 他剛才在日本獲獎 其實去年我們選了一部片 叫做 叫做 成為一個村比堅尼的女生 來到她的世界上就是找一個人 來和她交配 其實是這樣的故事 但她背後很有趣 她拿了一個中國的故事 這個故事其實我小時候都未讀過 但大家看到戲就知道 她有少許是引起 一個中國的黃質的人物 在外星人的故事 但這部電影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為她真的玩到一個地步 就是玩外星人 玩到一個 你沒想到外星人可以這麼性感 或者超越時空 大哥 通常外星人都是這樣 和頭髮壞 不要說太多了 我快點看看那個美堅尼 地球 你會聽你的話嗎? 如果要留下來的話 還是要留下來? 我覺得看完這個外星人這麼漂亮 那些無神論者都要改變他們的思想 我沒有看過一個外星人這麼漂亮 那個回應很棒 這套是我們的開幕電影 你也介紹了其中一套 《過氣事物的百科傳書》 這套美國片你也挺鍾情嗎? 這套是非常鍾情 因為本來這套是去年我們想拿做開幕電影 就是去年的開幕電影 但這套片是去年在Sundance獲得很多獎 所以新電 上年獲不到 然後我們就等了一年 等了一年我們就沒有放開幕電影 其實通常放在開幕閉幕後 第一套是我們整年最重要的那部片 我便放在這裏 其實英文名字也是食字 其實他拿了《Ancycopedia》 但他就拿了《Obsididia》 其實他是把一些過氣的東西 來編輯成為一本的百科傳書 所以其實中文名字就是趙逸 我們拿回那個意思 其實有一男一女 他本身是一個到處去推銷百科傳書的推銷員 他就覺得現在的人都沒有人再買百科傳書 即是絕種這些東西 而且他覺得世界上很多事物是愛的 已經是沒有人要的 他就覺得他自己就覺得要編寫一本 在關於這些世界上過氣事物的書 但後來他遇到一個女生 那女生就覺得不是的 只要有人仍然都喜歡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應該是有價值的 很有希望 我看到他寫這本書中說的 兩位主角一定要面對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如果世界將會在明天消失 我們今天應該做些甚麼呢 我很喜歡看這些電影 不知為何 不如我們先看看這部電影吧 我甚至於現時感情感到 有些東西在現時 因為我知道 這些東西會變成忘記 現在 新的東西變成長 在一段月的年紀 不年紀 我只想減少一些東西 心想得到 所以你書在在那裡 編繫的文件上 我無法想想想想想 那些人的知識 會不會破壞 所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为如果我们忘记所有东西,我们会失去谁 好看,我想看 是很正面的题材 如你刚才所说,你选择的视频也挺多元的 是的,因为我们大胆这两年开幕片也有一部教片 我认为全港或很少出片的国际电影节是这样做的 专专刻意吗? 专专刻意 因为这是一个价值观念 你当我自己的基督徒 我认为有一种价值观念是应该取得出来 而且有些戏真的很有意思 例如今年我选择《赞乐德韻》 其实他们说的是很简单的 就是一个信心 就是一个人如何相信神 很简单 而这件事反过来 在现在这个世代 其实很多人都不会再相信东西 但在美国社会中 原来有人很单纯地相信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放在开幕的时候 就是想让人知道 其实有些事情你只需要很单纯地相信 不一定是信仰 而是生活上很多事情 你很单纯地相信的时候 其实你就已经可以去发现更多的东西 这是我们想做的 但另一面你又拉得很 例如外星人也不算是很激进的东西 你也会选择一些提材很大胆的东西 是的 例如我们每年很多电影节 最受欢迎一定是同志片 我们也有一些很大胆的同志片 也有一些很各类型 例如今年的我们有闭幕的同志片 另一部是说 就是诺克逊那个 其实是说一个 爱之病的人的一个明星的片 完全加上一部 真的已经是 全球都知道是一部 是过了界的一部同志片 我想背后的都是想就是 其实无论他们是什么人 无论是什么故事 其实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当我们要去接受一些人的时候 你爱一些人的时候 其实你不可以选择 就是你认识一下 就是说其实社会里面有些其他的人 你都可能要去关心我自己认识的 有些题材你是要知道的 所以变成我选择的时候 就是希望将这些生活上的东西 因为既然我说的电影是有意义的 其实我就想将这些不同的东西 带回来 希望大家有机会 除了可能你是基督徒进去 发觉我看基督徒的影片之外 都试试去看其他剧情片 希望你都关心有些青少年成长的东西 有些家长的东西 另外有些大胆一点 可能他没有宗教信仰的 他未再去看多一点 阔一点 希望透过我们所选择的影片 令到他们明白 其实电影不是纯粹是一些娱乐的东西 而是可能有一些东西 是你可以从这部电影里面 去给到你一些生活上的方向 或者是有一个啟发 其实我认为电影的基本上 应该要有一点啟发 而不是纯粹笑话 然后拍拍跌翼便离开 其实说回 由选片就可以看得出 你如何营运 营运些籌備 in de bear 独特的地方 再说回indibrew in de blue 这个机构 in de blue 在03年开始 就已經在香港做一些針對獨立電影也好 或是搞電影誌也好 已經不斷很積極地去搞 譬如有Indie Panda 最多人知道的 Indie Polar Indie Polar 今年我們把Indie Panda 和Indie Bear的動畫都抽出來 在九月中就會有一個動畫叫Indie Polar 沒錯 還有Indie Panda 不是Indie Bear 其實很明確譬如剛才所說的 《機人電影》影片 《Animation》 還有一些很獨特的獨立電影製作 都是你們的撕裂範疇 其實在Indie Blue搞這麼多不同的展 會否針對我這個就是這個方向 或者不是的 其實所有我搞出來的三個電影誌 都是秉承著我們Indie Blue的甚麼方向 我想最簡單就是 因為三個分別就是 Panda就是短片 Bear是長片 Polar就是動畫片 無論是甚麼節也好 或者平時你可能也見過 我們有時租戲院搞特別放映 例如潮迫不經 我們也做了幾次 其實我們有些影片 會這樣用各種方法做 不是放在電影誌裏面 或者有些時候在某些國際電影誌裏 你會看到我們發行的影片 我想背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第一 你重新去愛上獨立電影 因為已經太多人以為 獨立電影是柴娃娃 有些可能是水準很差 但當我們拿回世界各地的影片 你就看到 應該一個獨立電影的水平 是去到甚麼層 即是無論是電影或甚麼 即是三個節裏面 所有製作都是獨立電影 是的 因為本身我們叫做Indie Blue 其實Indie就是拿出獨立電影來做 所以無論我們生了哪一隻 生成紅也好 生成紅也好 生成不叫紅也好 其實一定是拉回獨立的精神 還有我想 我也要解釋為何有些人要問 為何我們選得比較少一些香港影片 因為他們說為何我給了影片 還是你不播我的影片 有時我想大家會明白 當你放在國際水平看影片時 我都解釋過給很多本地導演或老師 有些問題是我可以照播你的影片 但當你入場 例如有一個短片節目有八套 其他七部都很高水平 我照播你一部 但大家就知道甚麼事 我為何要把你放在一個位置給你出醜 其實會否就是 可能我真的要有一個比較好的篩選 才去平衡本地和其他水平 當然本地也有很多很清楚的作品 我也有時會放在開幕擺在閉幕節目裏面 但只不過我們希望 讓大家覺得獨立電影就是一些 你有心理就是拍 不過就麻煩拍得好些 即是香港人未夠 但如果我們這樣說 其實我們數數手指 香港其實一年裏有很多個電影節 是的 有很多 真的有很多個 越來越多 我不知為何可以 其實也挺樂觀的 你又搞了三個不同的場合 不同的主題有三個 另外還有多不勝數的 是否真的很好看 我其實不敢這樣看 雖然我們搞了這麼多個出來 我還以為大家真的很厲害 有很多東西看 有很多東西看 有很多觀眾來說 這麼貴 還有人進去看 其實普遍我們這些電影節 特別是獨立電影節的票房 其實都很低 即是有人在弄 有心在弄這些事 但真的入場看的觀眾不多 除非那裏片來說 因為導演我認識的 大家買票進去餐場 可能你就可以做到大概過半票房 或者多一點 但整體上其實很多戲都還是冷悶 即是當你拿著同一個票價 你要去給觀眾選擇的時候 那為甚麼他不會看一套商業片呢 尤其是有時候我們放進去 我們租到的地方 都可能是一些他本身 都同時間在做商業片的戲院的時候 那為甚麼觀眾進去的時候 他真的很有心的話 他就會支持你 如果不是的時候 其實可能已經被另外那三間 即幾套大片 吸引人組進去買票看了 然後可能有些人在這本場上就放下 然後聽說這些人不關我 即是我們很多時候 會在這裏比大家入場的時候 然後他散場或者支持別人 給你 其實我想這是一個 長期的鬥爭抗爭來的 即是去教育 或者去推廣獨立電影 是的 即是你 老實說 即是你現在我們看的那些商業片 大片 他們最初都是由獨立片 或者那個人 即是導演未成名之前 都是這樣放脈地去做的 那為甚麼呢 為甚麼沒有人喜歡看獨立短片 其實短片 有時短片也沒有人看 你覺得你對香港的觀眾 其實有沒有信心 還是你覺得市場 是觀眾層面的問題 還是 就算是商業片也沒有人看 其實我想兩個因素 就是本身要有高水平的片 他們真的知道原來那片是值得看的 當然每年也有一群觀眾支持我們的電影節 是很呆黑粉絲 一定會來的 但是也有些可能他們真的看見題材 他們才會來 所以變成我們也會選擇不同的題材 希望吸引到他們進來 但是另一件事我想也要看回 其實真的太多水平不太理想的片 也同時充斥在市面 變成有些情況就是 大家也有些誤會 就是我在網上看YouTube 或者在網上下載到的片 就等同於 因為有些情況就是太多短片 尤其是短片 有很多人就算不是導演自己擺上去 你在網上找到某些片段 或者有些水平大家拍了 也有柴話放上去 大家就會覺得原來這些都是短片 我為何要進去去看呢 原來水平就是這樣了 為何要進去去看呢 變成了其實是幾多這些 我想這個也是整個趨勢 當你網絡發達的時候 其實也開始拖垮了某些藝術的創作 以前有些人說 有老翻 所以香港片會死 其實是獨立電影一樣 現在也有很多觀眾會問你 即是甚麼時候出席 或者你只做一兩場了 我看不到我的時間 但我想如果我開了 一星期每日五場的 即是排整場的 觀眾也一樣沒有人來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種 大家會否去珍惜那個觀影機會 去把握那個機會來看片 因為其實每一部片 我們都很艱苦找來 有些片可能都會收你很貴的片租 或者很貴的運費 其實我們去做的目的 就是因為知道那部片好 就想帶給你們看 帶給香港觀眾看 這是一個我們覺得應該 我們有一點想堅持做這件事 其實剛才你說了 有一個短片這件事 就令到別人卻步 其實真是一個不知為何 很多的朋友都會說 獨立短片 然後就嗚一聲 不會說好看 他們沒有那麼快就去看 好像有很多反省 都說行不行 怕看不明白 要是看不明白 要是怕看不明白 要是怕會浪費錢 然後戒凳 不知為何有一個偏見 所以基本上就說 嗯 未必是好東西 這樣 Jeraphon 其實除了做 我知道你做獨立電影 你的機構也是很獨立的 不會收資助 但其實剛才這樣說 如果要去推廣 或者去教育觀眾 其實都要資金去推廣 其實背後有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就是因為我以前做社工 就是用很少錢來開一個小組 其實這個經驗幫到我 就是原來300元可以開到一個小組的時候 你其實都是用很低成本之下 去做到一些放電活動 我想這個是一個 所以例如我們已經減了自己的人工 已經省了大筆 我想好多機構會知道 其實那裡是幫到我們 用一個低廉的方法去搞這些電影節 我想那裡是很重要的 因為實際上太多機構 真的覺得要有資助才做藝術推廣 如果沒有資助 他們就覺得我不會貼錢去做 但其實藝術教育和藝術推廣 是一個長線的東西 為何要有資助才做 沒有資助才不做呢 所以這是我們有少許的抗衡 即是你將有錢才能做得到 而且沒有錢就做不到 這件事是可以失敗的 是的 在這個項目 我覺得這個項目 你想打人嗎 我覺得這個項目 講到錢很緊張 我覺得要拉多一點 要講多一點 因為我所認知的電影節 並不能夠 我以為不可能一個人兩個人 搞得成的 那些大電影節 那些大電影節 二十多三十人一起搞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 關於錢 我們留下下一集說 現在差不多時間 很快 一講這些就很快 一講錢我就瘋了 我們不如講一下 我們這個星期 大家共同要分享的東西 好啊 Jonathan你有沒有去到 沒有啊 沒有機會去 沒有機會去 不要緊 我們兩個都去了這個 我們今天就是想和大家 聊一聊 其實呢 我就看了 但是我 有很多東西看的 但是 都是市場 都是市場 是市場 我知道你看了很多 超級媒體的東西 不是啊 今年沒有什麼超級媒體的東西 反而我選了幾張照片 或者拍了幾張照片 給大家 專門帶來這裡看 好嗎 我覺得很值得推介 這張照片 並不是當仁 在Art Fair 這一天是Art Fair 開幕來之後 一天的 酒會現場 很多人 裡面有模特兒 即是社交集團 是一種社交活動聯誼會 我們看看下一場 這張也是同一天 在中環某一個地方搞的 有很多國際知名的藝人在那裡喝酒 好 這個呢 真的要介紹 這個是來自德國的 那個作者 叫Robert Currie 他這一套系列 我們有幾張 我專門介紹 是由不同角度去拍攝的 大家留意看到 是一個建築 但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 用很多條線 攬了一些物質 然後塑造出來的 一個3D立體的影像 你這樣看 你會以為是一些線的雕塑 不知道我是不是說雕塑 是線來的 不是畫 不是用人手畫 但你這件事 一定要入現場看 才會感受到那個東西 這個應該是三樓 對 但我專門看完這堆 就是Robert Currie的作品之後 就跟他們的主辦機構 交換了一個卡片 我真的很喜歡你們的作品 我都知道 原來一會兒會展示 這裡有個網站 大家如果進去看 就會看到更多關於他的作品 他很喜歡用一些 錯的視覺效果 我去做一些很震撼的視覺 這是我第一個介紹 第二個 我要再看看照片 這是我們本地的機構 Videotash 一個我非常喜歡的 錄像泰奇 沒錯 錄像泰奇舉辦 在當日的藝術中 有一個圓圓 就是他們做的 其實裡面的東西 都挺有趣的 雖然之前我有一個 數年前 都有擺過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作品 其實我自己偏向 都是喜歡一些 數字的藝術 我們看看下一張 很好笑的 這個完全駁到網上 即是駁到網上 然後再打出那些訊息 其實我覺得整個 阿富汗 是衣車嗎 衣車 浮一機 突然變了什麼 其實我覺得整件事 是好看的 但你說是否一個 給我們普通的觀眾去看 我覺得不是 如果我不是做這行 你給我250元 我就真的不行 因為它其實不是 真的不是 我們普通的人去參觀 即是給一些藝術投資者 藝術投資者 即是說什麼 即是買賣 你有錢的就去買 沒有錢的 在外面看我們介紹 說到尾都是錢 下一集我們繼續講 歸錢的問題 好 下集再見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 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 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一